大家好,今天是3月25日星期三 我已经准备了,不等到星期四才推出 其实我本来想和大家很详细地分析恒基 因为今天我们会说梅气,梅气其实是偷懒的 因为梅气我们已经在YouTube投资筆记登过 但是很多读者都可能是没有订阅的 所以我们就会在这个节目中重复一次 讲2019年梅气的业绩 本来我想说梅气的业绩 但是我只是看了一部分 明天我就会有事,所以今天就录下这个节目 但是我会讲一部分关于梅气的业绩 今早大家应该都收到我的投资建议 如果以现在这样看的话,港股美股 极有可能已经见底部了 那我们再详细说 所以今天会讲三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港股美股可能已经见底了 我们会详细说梅气的业绩 也会赖一赖恒地的业绩 那石石狗组合是即时好很多 那是变回92% 那今晚我又会摆回我们的一月份 一月份其中一期的投资日誌上我们的网站 大家可以上去看 大家如果想订阅我们的投资日志和YouTube投资筆记 最好订阅4月份 因为YouTube投资筆记还有一期 投资日志只有一两期 大家如果想付费的话可以看我们片尾的付款方式 如果你怕付错的话就可以email给我 hongkongfinancial at gmail.com 今早港股曾经升过700多 现在上午400多收 两天升了1,000多点 上升到23,143点 根据我们以前的经验 它的底部是21,200 不像是21,200 即是说它应该要去24,000左右 那就正式证实21,200 因为沽空盘 或者是沽盘 正常来说 它是不会让你放回15% 如果你放回15%的话 它要再按你就很难很难 但是如果你见到它转转转转转转力 但你如果见到它转转转转转转 就是你不要管它转 organisation 转转转een或者1000点 更嚴重,那當然會再跌 但正常你一看到,應該反映了這一波 很多讀者會很奇怪 為什麼現在 最嚴重的時候 市先會反彈?為什麼會這樣? 真的嗎? 我今早有出的 推薦 其實我也有說,應該大部分的人 不會在21,000、22,000跟我入市 大部分人都不會 因為我知道我的讀者 基本上他們的古靈都是淺的 都是淺的 他們仍然都很害怕 因為這不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 這是一個疫情 疫情是會好轉的 憑什麼證明疫情好轉呢? 你看到中國就看到 中國的疫情會好轉 美國不會好轉 歐洲不會好轉 澳洲不會、紐西蘭不會好轉 只不過一件事 你用一個比較強力 更加強力的措施的話 它好轉的時間可能是兩個禮拜 當你封了一城 封了一城 不讓人外出的話 一定會好轉的 因為細菌都傳染不到 當你這些措施不做的時候 那就久一點才好轉 其一 第二件事就是 在這次疫情裏面 譬如美國 由三月頭到現在 那些企業很多損失了 航空業快要釘蓋 它快要倒閉 這些航空業如果倒閉 公司的市值就變成零 變成零 股市便便下跌 如果政府 即現在FED 可以BAY OUT 可以包底的話 這樣又沒有 所以你看到兩件事加起來 美股就 定了 那些人不再沽了 不再熟悔了 那就平了 原因是這樣的 但是當然 如果疫情仍然不消退 去到四月中 它仍然是這麼嚴峻的 數字有加沒有減 就再跌了 是不是 所以我們說過很多次 就是港股 某程度上來講 24000、25000 其實已經在香港的數字裡 是見底了 其實 但是最大的問題 就是它受外圍影響 香港還有很多外國基金 是不是 好,那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都已經很快 大家記不記得 我們前兩天都是83 那現在已經是92% 那就是說 其實升多4% 我們今年就是沒有損失的 沒有賺也沒有損失 那有很多股票 現在還是相當便宜的 譬如創科還是便宜 我覺得金價仍然是便宜 領展是便宜 中國民航訊息就不好 因為中國民航訊息暫時都是封眼的 煤氣一般 不便宜不貴 月秀就不便宜不貴 所以 我覺得在鑽石狗裡面 暫時現在還是便宜的 就是創科和金價 港鐵 或者領展都是便宜的 好,六大核心持股都是跌的 但是和恆指表現差不多 我們都是買來收息的 跌10% 同期恆指就跌了9% 我們講一講煤氣的業績 煤氣的業績 很多朋友都在那一兩天裡 通常都是 是的 一出業績 那些人就說 這個高增長不再 煤氣已死 等等 大家看到我都沒有用這個評語 沒有用這個評語 現在煤氣的PE是30倍 那它的利息 利率 年利率 是2.82% 高了 通常以前都沒有 都是兩厘左右 煤氣 今年最大的爭議 就是派鴻股縮水 以往就是10送1 現在就是20送1 甚至現在恆地 我們猜它都會20送1 不是,它就變成0 現在是 好了,其實對於股東來說 有什麼實際的問題呢 我們先看看煤氣的業績 煤氣的業績 這個我是copy 我在YouTube投資筆記的 所以有些數字當時是還沒跌的 那煤氣呢 它 以發行股數就沒有變 169億股 那它今年的收入 就是升了3.98% 那它盈利呢 就跌了7% 我們就沒有計算 國金國物業重股 如果計算 就跌了25% 那25%就是多少錢 就是13億 那我們沒有計算 那就是說 煤氣呢 就只是跌了7% 那香港的收入呢 就跌了1.63% 中國收入呢 就升了6.33% 那就是說 中國的盈利下跌了 大約是4.5% 那中國就是什麼 就是廣華 廣華燃氣 好了,我們看看業績 業績裡面呢 它的總借貸是379億 但是一件事 它那些年期很長的 那些30年的票據 那所以 以它 現在手頭上的 資產來說 還這個應該就 徐徐有餘的了 還這個就徐徐有餘的 好了,那我們看一件事 就是 在整個煤氣的業 煤氣是分開兩部分的 它的收入 一部分就是香港收入 一部分就是 港華燃氣在國內的收入 它差不多佔40% 40%的港華燃氣的股權 那香港收入呢 其實煤氣已經很飽和的 那所以呢 你見到去年 就是2019年 因為社運的問題 那在外面 用餐的人是少了 那但是用餐的人少了 那在外面 那他回家吃飯的嘛 那多一點 那它那個賣的那個 奴具 收入是有增加的 所以你看到香港呢 其實就是 跌0.0% 那但是在國內呢 那大家見到 如果它日利是跌了7% 如果香港跌了1.多個% 那就是國內跌了5.多個% 那但是我在這個業績裏面 就沒有國內的分佈 那但是呢 國內呢 它主要就是天然氣 那但是國內呢 它和香港是有不同的 因為國內呢 就不是你一定要用港華燃氣的 每一個地區呢 都有幾間天然氣的供應商 那還有呢 國內天然氣的價格呢 是有夜定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整個社會運動裡面呢 煤氣所有的股東性 是連一句聲音都沒有出的 因為為什麼呢 如果在國內它一玩你的話 你就可以收皮了 那所以它是一句聲音都沒有出的 那在國內來說呢 大家記住 天然氣供應商 不只是你煤氣一個 不是港華一個 第二 國內天然氣價格 是一夜話事的 不像香港那樣 是可以自由市場 那所以呢 我相信都應該是天然氣價格 那個限制 令到它國內那個 盈利是下跌 所以變了呢 它日利是跌了7%的 整個煤氣 那個業績的爭拗呢 其實只有幾度 那第一度呢 就是國金的重股 國金的重股呢 是跌了13.14% 13.14億的 那其實 我們是不是完全應該 不看國金物業的重股呢 又不是 因為為什麼呢 國金這一座東西 它的確是在煤氣這間公司裡面 它是佔一個比例的 那但是問題呢 就是說 第一樣東西很明顯 這座東西就不會動 不會做生意的 那麼它最多 重股物業呢 和出租是不同的 就是說我估這座東西值多少錢 通常在這樣的狀態之下呢 社會動蕩之下呢 物業的股值一定是下跌的 還有一樣東西就是說 這個不是經營日利 這個是被動息的 我們在最低點的時候去估它 其實你一定是下跌的 所以我們是 集中在它經營 就撇除了國金 但是不是說國金的股值不重要 但是國金這個這麼低的股值呢 其實是一個不正常的 它應該是 就是沒有這個不高不低的 那所以你看到呢 我們是沒有計算它的 如果我們不計算它的話 它的經營 即是真的做煤氣 真的國內做廣話燃氣的話 它的業績是跌了7% 跌了7% 這個我覺得都是合理的 而主要廣話燃氣跌的原因呢 應該就是國內的天然氣 那個價格是 即是被國家操控 它叫你減你就要減 對不對 總借貸379億其實是不多的 因為為什麼呢 它是分開30年環的 很多是分開30年環 那一年都是說那十多億 以它的盈利是沒有問題的 最大的爭議就是十送一 against二十送一 這個是最大的爭議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如果我跟大家計算一下 如果煤氣不十送一 它是08年開始十送一 如果它不十送一 如果它不派息 那些息都放進去的話 大家猜猜它的股價現在是多少錢 答案呢 就是接近50元 48.4元 比地鐵厲害 比地鐵厲害 所以其實四叔做十送一的目的 沒有攤勃過原有股東 它最重要的就是 不想股價太高 不想股價太高 好了 這次二十送一其實就是減了5% 就是只是送了5%給你 不是10% 好了 那集團其實給少了多少息呢 今季是沒有影響的 因為下一季 因為派息的時候才十送一 現在派息的時候才二十送一 那就是說 你收煤氣派少了多少息出去呢 兩億 兩億 還有一件事 它是大股東 其實它收的現金是被我們少了的 你覺得兩億對煤氣有什麼大影響呢 如果正常來說 煤氣的收入 因為今次67億 它跌了7% 那就是72億左右 72億減了兩億有什麼影響 其實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自己覺得一件事就是 它主要是想不想股價這麼難看 經常都這麼低 很多人想的事情都不同 很多人想的事情都不同 所以 每年的股東是收少了4.54%的股息 但是那些錢是不會失去的 這兩億在哪裏 放在公司 一家好的公司 太少了息的錢就放在公司 用來做營運 用來做其他 它會除回到股價上 那就是說股價每年會升回4.54% 是一樣的 大家明白嗎 在2019年裏面它的利潤是67億 剛是它現在的派息就派了59億 所以其實對於股東來說都還算不錯 所以我不是太擔心的 我不是太擔心的 因為我收少了息 但是股價上升了 不是一樣嗎 那你不行的你就賣股 沒有什麼的 所以這些擔心是多餘的 我覺得是 好了我們看回 講回一點點關於恆地 大家看看恆地的股價是28.95% 今天 它也是08年開始十送一 現在的股息當然是比較高 5.81% 平時它有4例息 我們又幫你計一計 如果它又不派息 又不十送一 其實它的股價應該是多少呢 答案就是它的股價應該是140元 厲害嗎 厲害過新鴻基 厲害過長實 就是了 所以你不要看輕每年十送一 其實是差很遠的 不派息每年十送一 股價其實是強勁很多的 這樣會很容易引來政黨的攻擊 其實是 我還沒看完恆地 所以我可能會找一集節目裡面 在YouTube投資筆記 或者是投資日説裡面 講 因為我還沒看完它的盈利 它的業數有89頁 我記得有一位讀者 他說想我分析匯豐 我跟他說匯豐今年的頁 那個performance那本頁 是333頁 我有一年看過匯豐是400頁 我不想再看 我不想再看 因為太長 那恆地都可以的 89頁 其實你真的看都是20頁 大概跟大家看看它的業績 我今天捏一捏 收入上升的 租金收入也有上升的 在去年 那你見到核心順利 其實核心順利是一樣的 又是物業估值 又是有物業賣了一次性收益的 如果不是的話 他計算那些物業重股 一次性收益物業去年的話 就跌了45% 但是其實他的核心順利是跌了26% 那大家知道 他是差不多持有40%多的煤氣 那就是說這26%裡面 其實大概有四分之一 是煤氣的下跌影響 那就是說他大約 跌了18-20% 就是恆地、起樓 加上其他道輪 那其實是OK的 因為去年每個都跌了 因為他都有很多租金商場 那很多租金那些 白點說句他都要減租 那所以我覺得 就這樣看下去 仍然是符合預期的 那大家看到他今年 直接不派紅股的 不派紅股 即是沒有10送1 什麼都沒有 那大家看到他的核心順利 是跌了26%的 那就是說如果他正常不跌的話 假如他不跌 那他正常的核心順利 應該是184億 184億 那他每年的派息 上年派息就每股過百 恆地總共發行的股數 就是48億 那就是說如果他不派息 下一季下一年 他省下多少錢股息呢 8.7億 那大家覺得8.7億 相對於他180幾億的核心順利 你來講高不高呢 一半一半 我覺得是一半一半 還有一件事就是 他自己家族都代少很多 那代表什麼呢 就是他不想股價長年這麼低 他不想股價長年這麼低 因為區區那8億 煤氣區區那2億 大家看到其實差不多 煤氣60幾億收少2億 他現在160幾億收少8億 但是他是零 所以其實你看到 比例上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覺得他應該就是說 不想股價長期太低 一代新人換舊人 四叔的就是保守的 盡量低調不要出風頭 但是年輕人就不是這個想法 那其實我也是講一句 對於公司的利潤股價是沒有影響的 你不派息那些錢 放在公司裡面 然後那個利息 那個8.7億 要不就用來做 就是平時你用來做營運基金 用來投資 或者用來應付一個低潮 他照除那個公司的股 股數沒有變的話 其實他的股價都是升 所以對你沒有影響的其實 好,那大家就不用太擔心 那我覺得他們的業績都是OK的 好,我們講回美股 那美股昨天就 哇,一升就升兩千多點 你看到這個就笑了 這個 那昨天美股呢 是升了2112點 是升兩千多點 那大家看到美股最低呢 就是 美股是兩萬九千多點掉下來的 那它 最低呢 就去過一萬九千多點 用回我們同一個 quiteria 那就是說 美股呢 要升回去兩萬二左右 就說 一萬九千多點 建立了 那還有千多點 NASDAB也是一樣 大同小異的了 那我們的美銀倉呢 都好了 因為之前跌22% 那馬上就變了15 那導致呢 是差過我們的 導致呢 是跌了19% 而我們呢 只是跌了15% 那大家看到呢 很多股票都很便宜的 例如你看到 蘋果那些呢 只有22倍的PE 就是只有19倍PE Google那些只有22倍PE Visa合理了 現在去到29倍PE 29倍合理了 PayPal也是高一點 47倍PE Adobe那些 也是高一點 46倍PE 但是你看到 Google 蘋果 Visa合理了 它現在的PE是 講一個 資料給大家知道 就是說 美股呢 就好像我們 我們以前 在佐敦上班 2005、2006年的時候 2005、2006年的時候 我們很喜歡去 鋪那些 即是 股票行的 很喜歡 那麼我們呢 早一個字左右 即5分鐘 就在佐敦 走出去吃飯 那麼其實 走上股票行去鋪 那幾年我都在那裡鋪 那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是30多歲 2005、2006年的時候 那時候 還是三字頭 那些人當作年輕 所以就在那裡鋪 結果呢 有一次呢 我又見到一個 我想他也有 差不多 70歲 那你普通呢 你以為他是拿頌援的 我聽著他打電話的 聽著他打電話 他說 我那二百多萬股公行 你不要跟我沽 哈哈 我那二百多萬股公行 你不要跟我沽 如果我沒有記錯 那時候應該是 差不多雷曼的時候 因為我那幾年都在那裡鋪 即是06、07、08 我都在那裡鋪 那麼我那時候計一計 我 哇 因為那時候是四個多 一股 我們那時候還是負資產 就是樓都未升 那我計 嘩 你不是一千萬身家 但是他講一隻股票而已 一隻股票而已 已經是 是吧 即是 那時候呢 他們 即我們去聊天 那我就 哇 阿先生 我說你現在入市 怕不怕 那時候 即是08年那時候 跌到含含聲 接著他那時候就教我們 他說 即是大家 一班人圍在那裡聊天 下午 他們那些拿了飯盒上來吃 那麼我們呢 就 點八九呢 才回去吃飯 上公司 那時候說 嘩 跌到那麼殘 那間公司不倒閉就買 其實這個是一個定律 就是說 當我股市跌得很殘很殘的時候 其實你考慮一件事 那間公司會不會倒閉 當時巴菲特買高盛呢 他都考慮一件事 他倒閉不倒閉 那他就買了100億 我記得 那麼當時他買的優先股呢 是10利息的 10利息 即是他每年呢 是收10億美金 只是收過利息 另外一件事就是說 如果你買新興市場 即是當年冬尼 他買石油股的時候 買中國石油股的時候 他是早過巴菲特買的 他是一個多就買的 他都是說那句 他跟埃石那時候聊天 後來他說出來 埃石說出來也是那句 大家都同意 在一個剛剛崛起的市場上 你是不用管他的PE 總之這間公司會繼續存在 你買下去就可以了 因為他這麼微小上升 是不是? 升多少都不要緊的 是不是? 因為他很微小 結果那時候中石油呢 他就升得很厲害的 他過幾的時候 差不多十幾 十幾元他才放的 他買中石油呢 是早過巴菲特的 是早過巴菲特的 過幾 差不多是十幾元 差不多中石油去到二十元 我記得 我們都買過的 即是六七元都買過 那時候就十幾元放了 但是你看到 為什麼現在中石油 都只剩兩個多呢? 原因就是資源股是這樣 資源股就是這樣 不能夠長渣的 資源股是 所以我會將一些 大家聽我們的節目 我們會不斷把一些故事說出來 讓大家知道 有些是一個投資哲理 譬如說 很多讀者問我波音 或者問Airbus 這一類有 我們叫什麼? 有壟斷性的 其實只要一件事 只要它不倒閉 你買都沒有問題 只不過一件事 你千萬不要在逆風的時候買 為什麼不在逆風的時候買呢? 因為你在逆風的時候買 你會等很長時間 它是會升的 但是你會等很長時間 大家都聽到特朗普說 我們一定會救波音 波音現在是要求600億美金的貸款 其實是 600億美金政府的貸款 它自己還有百多億 大家也會看到 在國內來說 有不同的航空公司 但是國內的情況 和美國不一樣 因為為什麼呢? 國內的航空公司 大的 其實某程度上來說 都是國家的 小的它就未必足夠 小的它怎麼足夠呢? 就是拼了進大的裡面 但是波音和Airbus不是 它是做引擎的 它是做引擎 它是做技術的 全世界只有它們兩個 也有做美國的戰機 或者歐洲的戰機 所以在美國或者歐洲 是一定不可以讓它們倒閉 而且它們是一直有一個壟斷的優勢 只不過一件事 為什麼之前 我們會放出 或者在中間 我們叫大家不要買入呢? 最主要的原因 一件事就是 你要捱價 是吧? 就是說 如果它 8、6元你可以買的話 那為什麼你要200元買呢? 是吧? 這樣解而已 是吧? 就是你問我 它有沒有可能 會升回300多元 當然會 一定會 時間問題 當疫情過去的時候 可能 就是 半年後 它的股價和現在 已經完全不同了 是吧? 它不倒閉就可以了 其實是 最低點好像 90多元 跌過 90多元 是吧? 就是那些時候 那我覺得其實這些位 基本上買得了 基本上 因為它上面可能有 一倍的利潤 一倍的利潤 當然 形勢 就不會說 就是 你買吧 我不會跌的了 這樣不可能出現的 上上下下下 還會有的 但一件事 只要美國 能夠壓得到 疫情下去的話 我相信 應該是見底了 見底 因為大家看到 美股 是調整了33% 足夠的 因為20% 就叫做一個小熊市 港股 就剛剛是一個小熊市 跌了25% 剛剛是一個小熊市 那美股 就已經一定是一個小熊市 所以 情形不同 那些讀者很奇怪 就是它是不懂得轉彎的 我經常說的 投資 如果你不懂得轉彎的話 你就不要投資了 投資 一定要懂得轉彎 投資 一定要承認錯誤 投資 一定要看回實際的狀況 難道前面有塊石 你就游過去 撞過去嗎 不會的 對不對 通常時間 在100%的時間裏面 98%的時間 你買波音都是對的 只有2%的時間買不對 就好像現在 或者經濟大衰退 或者全球有事的時候 但這些時間有多少 就只有2%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所以其實現在美股和港股 仍然在便宜的區間 但是大家如果要買的話 你有些閒錢的 我覺得你不妨入一兩柱 就是當作利是錢 因為它可能很快 是升兩三成 那你就當作利是錢 你將來喜歡留住它 收息又可以 你將來喜歡買出去套現又可以 那賺回零用錢 但是千萬記住 是要用閒錢 緊急的錢你就不要用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這裡 那我可能會再做節目 在節目裡跟大家分析這個行地 好 那我們的鑽石狗組合 今天好很多 去到92% 年複合增長 彈回到18.5% 我們的網址 那大家鍵我們 Youtube下面一條link 進去看就可以了 4月份 Youtube投資筆記 大家如果對美股有興趣的話 想拿多些關於美股的貼士 美股的動向的話 大家就可以付費 訂閱我們的Youtube投資筆記 投資日誌 這個我忘記了 其實我們只剩兩期 兩期我們會post地鐵的業績 和創科的業績 我們當然也會有一些 關於市面上市況的分析 關於投資的心得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你就訂閱 不然你就訂閱四月 兩類型 一類就是免費項目 免費節目就是你現在聽的 香港財經R 美股財經R 以及我們投資日誌的網誌 都是免費轉載回 一季前的投資日誌 收費項目只有兩個 投資日誌 港股文字版 Youtube投資筆記 美股、港股、Youtube版 投資日誌文字版 就是150元一個月 Youtube投資筆記 Youtube版就是120元一個月 收款銀行就是恆生和中銀 恆生還有轉數快 大家如果在海外不能夠付費的話 不能夠在本地銀行付費的話 你可以用PayPal帳戶給我 大家很簡單 你付費之後 然後在你的收條上面寫回你的電郵地址 購買項目 拍照 share回去 Hongkongfinancial Gmail.com就可以了 我們都要準備錄一些Patreon的節目 因為我們很快Patreon的節目就會開始 起動 我們都可能會在節目裡 講一些經濟上的民生 經濟上的民生 就不是一個財經節目 大家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付費支持 都是五元美金一個月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今天就提了一天 跟大家公佈了煤氣的業績 我們在很快的節目裡 就會告訴大家 或者四月份 投資日誌我們會講些什麼 或者我們的Youtube 投資筆記會講些什麼 因為我們已經收了太多讀者 想我們講的東西 我們會放在下一句裡面 好嗎? 大家如果想留言的話 可以在Youtube留言也可以 Email給我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大家就可以稍微放心 因為市場回升 好嗎? 多謝大家收看 下一集再跟大家見面 拜拜